好,來到第16題啦 第16題呢 都有很多mid point 可以玩到啦 好,那我要找DH比HE 那我首先呢 不如呢 NAT了這條DH 不如我叫它做 X那麼長啦 NAT DH就等於X 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會是我們看回 D同H是 mid point 即是InTriangle CBF來説 InTriangle CBF呢 我們因為呢 BoyDOT等於DOT F And CH等於HF 那所以呢 我們那個的BC 就會等於2X的 因為這條是S嘛 這個就是2X 就會是mid point Ferror 好 那這條2X的底下呢 那我們就考慮回 A.E這個Triangle 就是因為 A.E A.Boy等於BoyDOT NAC等於CE 所以呢 我們的DOT E呢 就是BC的兩倍 即是2BC 那就是DOT E呢 就是4X啦 DOT E DOT E 好 就是 S 比 3, S 就是 1 比 3 好,那接著就會去到 Part B 啦 Part B 就是講這個 5 cm 啦 就要找回 Fg 的 那這個 5, He 的就是 15 啦 那 Fg 的就是 2 倍啦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寫回出來, Part B Dh 等於 5 cm 就會是 He 就是 3 個 5 cm 就是 15 cm 那 and then 就會是 現 Triangle Dfg 啦 那因為呢 Ch 等於 Hf and Ce 等於 Eg 那所以呢 我們那個 Fg 就會等於 2 個 He 的 就是 midpoint farewell 那然後呢 就會 Fg 呢 就會是 2 個 15 啦 那就是 30 cm 啦 那接著就會去到第 17 題啦 好,第 17 題 第 17 題呢 就是 現在有個 Codelectoral 啦 A B C D啦 那剛剛 E Fg H 呢 都是 midpoint 喔 它就要你 Proof 呢 這個 E Fg H 是 parallelogram 那我們就會是 它就要你切一條對角線啦 那我跟它切啦 好,這裡 然後就 設一條對角線下來了 那我們就會為之呢 Drawn B D啦 那設了這條對角線有什麼好處呀 那我看回 E F 呢 E 和 H 呢 就是 midpoint 嘛 那就是說 在這個 A Boy Dog 這個 Triangle 裡面呢 我們就會呢 是可以 寫得到呢 E H 和 Boy Dog 是 Panel 又會有它們的長度 Boy Dog 是 E H 那個 2 倍 好,那我會寫回 In Triangle A Boy Dog 啦 就會是 我們那個叫做 因為 A E 等於 E B And A H 等於 H D 那所以呢 E H 呢 就會 Panel 這個 這個叫做 Boy Dog And呢 我們那個 E H 呢 就會是 2 分之 1 個 Boy Dog 這個是 midpoint Ferrum 好,那我們看完這個 Triangle 就看另一個路就是 Boy CD 這個路 In Triangle BCD 照版主碗就是 C F 等於 F B And C G 等於 G D 所以呢 我們就會有 F G Panel Boy Dog And F G 呢 就是 2 分之 1 個 Boy Dog Midpoint Ferrum 好,那所以呢 就會看到E H 就會Panel F G 啦 所以 E H 就會Panel F G And呢 E H 就會等於 F G 啦 那就是說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 Parallel Ram 所以 E F G H 就是 Parallel Ram 這個就是 Opposite Size E Coal And Parallel 那跟著呢 就去第十八題啦 那第十八題啦 那第十八題 就是講緊呢 它要 Proof 呢 這個叫做 CD 等於 2 cm 那... 怎樣去做呢 啊... 它其實都提了你啦 它就要你呢 是想你 Proof 這個 Quangoon Triangles 先的 好,那我們看一看 如何 Proof Quangoon Triangles C N B 和 C N B C N B C N... 這個... 這個 C N B C N B 和... C N B 兩個 Triangle 好 當然啦 我們都要利用回它的那些 Mid Point 那... 首先就是... A Boy 和... Boy Dot 看著啦 就是 B 和 N 是Mid Point B 和 N 是Mid Point 我們就會有 B N 配 A C 也都有呢 B N 是 A C 的一半 我們由這個出發 原來的圖案 就是... Dot Boy 等於 Boy A 就是... Dot Boy 等於 Boy A 因為... 因為...Dot Boy 等於 Boy A And 呢 Dot N 等於 N C 所以... 所以呢... 我們就會有... Boy N 是 Parallel A C And... Boy N 是二分之一個 A C 的 就是... Mid Point Ferrum 好啦 那你... B N 是二分之一個 A C呢 那... 但是呢 他又在說這個... A B 等於 A C 呢 A B 等於 A C 呢 A B 等於 A C 呢 那...也就是... B N 呢 會是... A B 等於 A C 呢 二分之一個... A B 啦 A B 啦 OK 那... 因為... A B 等於... A C 呢 A C 呢 所以呢... 這個... B N 呢 就會二分之一個 A C 呢 就會二分之一個 A C 呢 A B 啦 好... 那... 然後呢... 他又說的 M 是 Mid Point 啦 好... 那... 然後呢... 那... 也就是... 因為... M Is... B Point Of... A B 啦 那... 我們看到就會是... B N 呢 就是二分之一個 A B 啦 OK 那...所以你要 compare 啦 B N 就是 B M 啦 所以... B N 就等於 B M 這個第一步 好...那... 跟著呢... 就會是... A B 等於 A C 啦 那... 所以呢... 看得到這些 Base Angles 啦 就會是... 因為... A B 等於 A C 啦 那... 所以 Angle A B C 呢 就會等於 Angle A C B的 這個就是 Base Angles Risorcellus Triangle 啦 好... 那... 就是說... 這個角就等於這個角啦 那... 那... 但是呢... 這隻 A C B 呢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叫 Z 啦 因為這裡剛剛證明了 Parallel 那... 那...就是說這隻角... 這隻角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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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 過來就是這隻啦 那...所以這兩隻 Angle 啦 原來 好... 那... 那... 就是說呢... 我們那隻 A C B Note Angle A C B 呢... 就會等於 Angle... 這一個的... N B C 啦... 就是 Alternate Angles... 那... N B C 啦... N B C 啦... 那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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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是CN的兩倍嘛,所以CD就是兩個CM 好,那就寫出來了 這個... 這裡正在做的東西,其實就是第一 就是這個BN等於BM第一 這個第二 最後就是這個BC等於BC 就是Common Sign 這個第三 我們就已經有CN 所以呢,Triangle CNB就會CN 這個我們就叫SAS 所以呢,CM 就會等於CN 就是Corresponding Size CN 這個 我寫多一部 就是 CD 就會等於兩個 CN 那就是說CD就等於兩個CM 那就是說CD就等於兩個CM